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早做監獄的警察 然後再從監獄警察轉去做民警 即是現在在街上行街的警察 那時候是六幾年時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香港很黑暗 很灰暗 那個年代你不 多數香港人 除了你有學識之外 大部分都是在大陸偷渡來香港的 多數都是沒有什麼知識水準的 那個年代我們香港叫百花齊放 就最黑暗的時代 最多沒有聽話 總會販毒賣搖頭園開賭檔 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年代那些人的知識水準低 因為你入了黑社會 有一班人扶持你 變成賺錢容易了 所以造成很多人都入黑社會了 都入黑社會 但我告訴你 入黑社會不是壞事 我給他們更早一點 我今年六十八歲 我行走江湖的時候是十六歲 所以我是屬於元老級 六七十年代 那裡等等 還要摑ő 這個年代 力acles 兩個人 ahahaha 黑社會,但現在全部退休了,都老了 現在時代進步了,黑社會做事太過分 我們那一代江湖中人是講道義,道亦有道 現在這些黑社會不是黑社會,是流氓,是爛仔 黑社會這兩個字是只有香港政府說的,全世界沒有說黑社會 是說幫會,我們中國很多,孫中山是幫會 蔣介石是幫會,全部都是幫會,幫會是愛國的 爛仔,流氓就不愛國的,所以我們很愛國的 最風光是70年,80年到90年頭,最風光 因為以前整個尖沙咀是我作主,尖沙咀就是陳慧敏的作主 講當年是不是現在,你任何人去尖沙咀想開夜總會,做什麽夜場 你一定要得到我的同意,不是就搞你 現在就,你如果搞人家報警就拉你,當時沒得報警 因為當時我收你錢,警察也有份,是嗎? 收不來的,我都要給那些所謂集猜 除了夜總會,開那些什麽,是屬於管制,管娛樂圈的那些所謂 我們叫黃色,叫送黃組,以前通雞都是沒有聽,通雞都是毒品,通雞都是雞蛋 好,現在沒有了,一出街十幾個保鏢,是不是 四點鐘、三點鐘起床,起床去吃午餐 吃完午餐,跟著晚上,啊,這裏收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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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叫金巴尼道尖沙咀,聚望,即是美麗華酒店 那時我自己開的東西,仍然是那條街,所有條街差不多 那個年代有人說,叫陳惠敏街,即是天天我都在那裏 我不在那裏,我的馬仔全部都在那裏,即是整條街都被捕了我的人 還有,我走出來喊一聲,我想三秒鐘左右,起碼有三十人站在門後 有什麼吩咐,大佬有什麼吩咐是這樣 當年我們的幫會,講道義,講戒律,幫會有幫會的規矩,全部都是講義氣的 譬如,不可以搞自己的阿嫂,不可以出賣兄弟,不可以出賣朋友 這些是叫戒律,幫會的戒律,你一定要嚴格執行這些 現在沒有這個戒律,現在是有組織,沒有規矩 所以,我們以前那一代是有組織,有規矩,跟著規矩走的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 現在做幫會人,是以錢為,以賺錢為,第一 沒有道義講的,最重要是有錢玩 我們那個年代,是講道義 賺錢是其次 你在這裡 是在這邊 在這裡 是不是 是